积极对阵竹雀的第一局下半场 马哥这边的一个歌剧演员 这个歌剧演员掏出来如果输了 那证明什么呢 证明不是我的BP有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是那个马哥这边操作有失误 就这套阵容歌剧演员是不可能输的 球者这边没有OB能力 歌剧演员的追击能力 不可能说你上来一波能遛我三台多吧 他只要是开门战脸上有一个上挂飞的点 就四人开门战歌剧演员 大概率都能保平 求生者才小概率真胜 而这个局你要上来打四人开门战 你的前期追击就得有问题 马哥这边得闪现撞墙吧 对吧 闪现撞墙都不一定够 对不对 我发现什么作曲家双弹飞轮 好了 开门战针对你 真四人开门战也够了 这边飞轮顶掉了 好 第一波的话一分钟 这边是不是要倒了 大不了交个闪现 大不了交个闪现 哎 这 马哥的闪现稍微的那个 不过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就就就就怎么样呢 就是你也就差不多 看看三台吧 你不能 看看三台 看看三台 我们来想一想 因为这个局呢 三台之后 它是一个双博命 圆钉大副双博命 确实 两波博命 如果说都不吃双倒 且压的血线够好 四人开门战 但是作曲家没有大心脏 歌剧演员有底牌 圆钉这边过来 雷格西顶盾 这波的话问题不大 人救下来 然后再顶个盾 或者顶盾救人 对顶盾救人 顶盾救人以后拉开 一刀打在谁身上 打在了圆钉身上 那马哥这边追不追圆钉第二刀呢 不追圆钉第二刀 圆钉这边的话 舒服的将人救下来 拉走下一波大副救人 机子 你说够吗 好像 其实机子还差一点 因为外面有一台是刚起的一个机子 这差90%的机子 但作曲家这边还没倒 三岁呀 你再不倒说不过去了 20多 你还真别说 这个机子 这个机子还真的差了不多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个作曲家他没大心脏 是不是 他是不是没大心脏 他没大心脏 这边圆钉顶盾倒地 倒地 马哥这边回溯 这波把这个圆钉给偷袭了 有点妙啊 拉你机子不够了 飞轮 你三岁再会溯好了 你能溯得到 你能溯得到 圆钉起来 把这台机子修完吗 不行 把人挂上 说实话 这个局圆钉没有大心脏 马哥翻身浓奴 马哥唱 这个局是一个什么 马哥真胜局了 马哥的赢面 是大于求生者的一个宝皮面了 他现在手里有传送 他这波传送可以先交 先出去打一波什么 打一波消耗 对 我先打一波消耗 当然最好的情况下 他其实是去消耗那个什么的 消耗大富的怀表会更有收益一点 但也无所谓 能消耗什么 消耗什么 再拖出一个传送 如果说在下一波穷者压击的时间之前 他能完成一个击倒 手里面有人 那就是一个三人不贴门 且他有传送的开门站 当然大富的怀表可能消耗不完 所以说这里还行 因为开门站的木偶师 圆钉他们都是自带道具 都有一定的牵制力 就还行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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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怎么说 木偶师 倒 是要倒了 但是我觉得马哥最好再去打一轮 再去打一轮 因为这圆钉没有大心脏 这圆钉是要压击的 这圆钉压击 马哥如果说赶过去 有点来不及 有点来不及 大富过来救人 30多秒 开门站的传送一定有 圆钉这边是不贴门的 圆钉跑到门边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个就是为什么 现在比赛里面也好 割据要削弱的一个原因 最近不是贡言服割据削弱了吗 其实确实这个角色 他有一点点 太过于强势了 就大家可以看到前期 其实穷者已经溜的 说实话 就已经溜上天了 再加上割据本身有点失误 这个局如果说你给求生者打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这个比赛的观赏性 会差很多 他会差很多 就穷者这边再打的怎么好 你也只能保个平 甚至平都不一定保得住 因此我觉得这波贡言服调整还是有必要的 还确实是有必要的 就你会就从我们看比赛 我不说游戏 因为游戏呢 它各个分段不同 对吧 你这个角色的操作熟练度得看 但是从比赛来看的话呢 传不传 马哥传一波吧 传 没人 好了 平局 大帅小心被恶意剪辑 我们直播间没有恶意剪辑的呀 我们直播间都是自家兄弟 再说了 对吧 我说了出来的话 也不怕被剪辑 妻子 但是我们都帮我们不怕 准备熟练af 我说了